高雄市桃園區建山國小的森巴谷隊 一日參加海洋嘉年滑遊行活動 學生們的賣力演出 呈現布農族勇士的精神 建山國小森巴谷隊 將在五月份參加德國柏林的嘉年滑會 這次出國有二十八位學生 加上七位隨隊老師 但是因為出國所需機會龐大 一趟旅程預估要三百萬元 校方目前正在向外籌措經費 沒錯 我們學校的森巴谷隊 將在五月二十四號 預計了 五月二十四號到六月二號 到德國柏林 參加他們第十七屆的 德國藝文表演活動 嘉年滑會 目前為止我們現在 大概一百萬左右 在學校的公佈裡面 那我們目前還有一位 還有一個基金會願意贊助學校一百萬 所以總經費三百萬左右來講 我們目前還缺一百萬左右 校長希望能順利籌到經費 帶學生們去國外增廣建文開創視野 而建山國小森巴谷隊學童表示 很期待參加德國柏林嘉年滑會 要讓世界聽到來自台灣 布農族的鼓聲以及歌聲 第一次出國啊 很想去 然後就是沒有去過德國 然後去表演 然後更重要的是要讓那個 讓世界各地跟他們介紹我們布農族的文化 現山國小森巴谷隊實力津巴巴水災之後 由夢想社區文教基金會協助之下 所成立的隊伍 目前成立一年 共有二十八位成員 主要都是布農族小二至小六的學生 很難得獲邀參加德國柏林嘉年滑會 學校師生都很想把握這次的機會 讓布農族孩子能夠站上舞台 更能夠有這樣的經驗 多聽多看 體驗不同的文化 記者母定 高雄市採訪報導